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受造万物如何彰显上帝的奇妙和慈爱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104篇 这篇的主题是参与大地的赞美 这篇我们看到对称型结构 前后都提到了我们要赞美称颂神 104篇第一节,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你为至大 你尊荣威严为衣服 而最后33到35节也提到我一生 要向神唱诗歌颂 要称颂耶和华 34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 是的,当我们思想神,仰望神 上帝就得到很大的喜乐 神期待我们认识他,昼夜思想他 接下来,二道世界讲到了上帝的荣耀 神的荣耀在于管理大地 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发明在天地之间 尤其是神所掌管的地 立在根基上,地不动摇 深水遮盖地面 神一发生,水奔逃 诸山身上诸谷沉下 神为水地的界限全员涌在山谷间 这一切都彰显上帝管理大地的奇妙和智慧 31、32节提到了 神管理万有 远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 远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 你看地,地变震动 你摸山,山变 山就冒烟 上帝的荣耀彰显在管理大地 接下来,上帝的荣耀彰显在管理野兽飞鸟 11到13节提到了 走兽野驴飞鸟 这一切大地丰足 神供应照顾一切 而16到30节提到了 神照顾野兽和飞鸟 提到了雀鸟 提到了鹤 野山羊 沙藩 林中的百兽 少壮的狮子 这一切的活物 海里头的鱷鱼 这一切都是仰望上帝供应食物 神供应万有 神吹出气 使他们受造 神收回气 他们就死亡 神发出灵 万有便受造 地面更换为新 神供应万有 彰显神对大地的管理 而整个诗篇的中间 14到15节 是神照顾人 提到了 他使草生长 给溜出食 食 菜书发展 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 能得食物 又得酒 能悦人心 得油 能润人面 得粮 能养人心 从整个结构 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 前后提到称颂神 B这一段提到了神的荣耀在大地的彰显 C提到的是在 供应照顾野兽 飞鸟上彰显 核心在于照顾人 可见 人是所有神受造当中的焦点 愿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 神对我们的供应 让我们积极起来 默想神 认识神 我们祷告 绝宿打开我们的眼 看到神创造万有 管理万有 神更关心神所创造的人 让我们拥有上帝形象 拥有领受圣灵的子民 起来关心神 认识神 赞美神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